危机百科抗议SOPA 席登一日 1月18日礼拜三不少网站宣布要席登一日 以抗议美国反盗版法案SOPA 参与其中的包括危机百科 很多学生提早收到警告 说礼拜三得自己做功课了 因为没有危机百科可以查 席登的目的是要告诉乡民 SOPA对网络可能带来的影响 不过其实在席登日前 反SOPA的声浪就已大到 让美国国会举白旗放弃 推动SOPA法案 但担心SOPA会用别的法案 借时还昏 抗议者还是会进行席登 不过别忘了 当天Google页库存档 还是可以用的啦 你还有未尽吗 输入anime.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